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彩 今天非常歡迎大家看宅男的世界 最近一定你跟身邊的人 跟家人 大小孩都關注的 國內外非常夯的就是通靈少女 非常非常開心的就是 今天我們竟然邀請到了 通靈少女的製片 就坐在我的旁邊 歡迎劉宜萱 嗨 跟大家打聲招呼 嗨 好喔 就是因為最近就是已經 她整齣劇都播完了 所以瑤瑤在先前也跟大家 有一點就是預備心情的 介紹了一下她的結局 請大家不要罵導演 然後大家都真的是痛哭流涕 結果阿樂就這麼早就 就才剛相愛 沒有 她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 對 最後一集 然後就馬上就沒有了 沒有太早 對 所以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個結局好了 小鎮 你快到了嗎 我還在廟裡 臨時出了一點狀況 沒關係啊 我等你 我們再一起進去 說好的演唱會 女主角臨時被耽擱 沒辦法準時復約 原本純愛的戲碼 也瞬間變掉 沒關係 先進場 沒關係 我要去接我的女朋友 男主角路上被車撞到 意外喪命 演唱會看不成 才萌芽的愛情也就此天人永隔 劇情戲碼讓粉絲爆哭 不過 其實早在第一集 兩人在棺材相遇 就已經暗示結局 誰說你可以騙我胡兄了 不要叫我去等我 曉官 不要出去 進來 不光是結局有預兆 連瑤瑤也在臉書上預告 請大家看完結局 不要罵導演 提前給粉絲們做心理準備 似乎是暗示結局 不是Happy Ending 通靈少女短短六集 收視超乎預期 現在國外也有計畫要籌拍 通靈少女第二季 未來的劇情和走向 還有討論空間 體育彼此新聞 五滴月神經驗得不到